大家好,我是西风 那我们接着上一段看指南针继续往下讲 上一节课我们讲到这个指南针图片的这个加载 这个图轮加载就到这里 到这一步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设置一个 同样的设置这个location delicate的一个代理 同样的这里我们要去实现一下代理 设置代理之后呢 我们这里同样要判断一下 当中设备是否支持方向检测 如果不支持方向检测的话 是不是就是不让它去开启啊 对不对 好,如果支持的话 它一样的反应是不合资 如果支持方向检测的话 我们直接开启就好了 注意这里是update heading 好,同样的 同样的开启方向检测之后呢 同样的我们走代理 我们这里设置代理有两个代理方法 一个是location manager location manager did update heading 这里 这个是检测到成功 检测到当前设备方向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允许展示当前方向的一个改变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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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ger manager del displ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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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我们这里只要留下一个true就可以了 就是就是你是否允许展示方向改变这一个东西 这叫做是否允许当前设备展示方向改变量 然后这个方向发展改变之后 我们是不是也就是要让这个这个图层的指南针呢 跟着这当年的方向去也去发那个角度改变 这样就可以类似一个指南针的效果 对不对 那我们这里只能去处理呢 首先 我们要获得到当前方向的一个改变量 它改变量 是一个角度吧 我们要把这改变量转变成弧度 弧度我们一般是用float吧 它这样一个方向改变量 我们怎么去取取到这个方向改变量呢 一般方向改变量我们之前先以逆时针为准吧 逆时针 所以前面乘一个-1 然后乘一个弧度的一个py 我乘以1py 然后再取得角度 角度这里有个属性 它一个new heading里面 它会有一个有一个属性叫做点 这个当时怎么读 我不知道 就是这个方向改变量 它是一个float值 然后让它去 它是个角度值 让它去除180.0 就是一个幅度值 这个就得到一个py 看这里它因为它是 这个是一个double类型 双精度的一个类型 那我们这里是不是要把它转 这个双精度的类型 要不然它这里有一个警告 那我们怎么去转 那我这里直接定一个double算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它这个new new heading 点满这个属性呢 它是一个双双精度 就是double类型的一个角度 它就除了一个8.0 还是个double类型 那swift的语句它是强行要求类型对应的 所以你只能先设定一个double类型吧 这里是一个注释啊 就是将 将这个设备啊 将设备的方向 角度转换 转换成弧度 是不是 弧度 好 然后得到当地糊涂之后 我们要创建一个动画了 因为我们之前只能真是一个layer 我们这里再创建一个新的一个动画 用这个动画呢 诶 看错了 用这个动画去加载在这个layer上 那这类的实验一系列动画 我们这样 生命一个动画 这个动画我们取名叫animation animation 就是animation 它的计程 叫cabase 这样一个变量 我们都在进行一个初始化 一个这样的一个动画 ca 我们取得keypath这个属性 pass我们取得一个长量的一个 这样一个动画 我们一般是用tranx4 对不对 tranxform 对不对 这样一个动画 再加个初始 创建 不断 改变 ca lay ca layer 的transform动画 是不是 transform 动画 transform 属性的动画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里建了一个全 以全氏范围属性的一个动画 keypath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为这个动画设计 设计一系列的值 这个动画它是一个过程 它有个初始值 有个结尾值 所以我们这里都需要对它进行一个设置 首先我们要定义一个 因为它这个是我们要做一个3d的 因为它这个是以这轴为中心 屏幕中线 垂直屏幕为 垂直屏幕的那个线为中心去转动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里穿的一个变量叫做 flom 首先叫一个一个初始值吧 flom值吧 flom value吧 它是一计程式 cx for 3d的一个动画 cx 对3d的动画 对它进行一个初始化 它这个这样吧 我们因为它这个flom值 肯定是初始化 我们不需要了 我们直接把把这个拿来吧 以这个指南针的为初始化 因为竟然是我们不好对它设置默论值 我们直接把当前指南针 这个选择方作作为它的一个初始值 这样比较好一点 对不对 直接获取 获取 使南针 图成 图成 初始动画 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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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值 好 这是一个初始值 flom值是一个初始值 我们拿来这样一个值 然后我们设置动画一个开始的属性值 同样的我们把这个就直接把这个嗯 爱你初始 之啊 作为这个动画的开始值 对不对 这样去设置 点 from Y6 直接等于 from Y6 但是我们这里 是不要 因为它这是一个 anus Y6的一个值啊 对不对 那我们 anus Y6初始化一个 这样子吧 我们对anus Y6进行一个初始化 但是这里 它这个 from from3d的一个值 对不对 我需要这样的一个参数 然后把from Value拿进来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这里写的注释叫做 设置 动画的初始值 一样的 其实它这个初始值啊 就是我们这个图成的一个最终初始值 只是把这个动画给它而已 对不对 有了初始值之后 我们还要一个结束值 对不对 就是from 还有一个to 在to值的话 to值 去一下哪里 这个值的话 我们 其实是一个3d的一个旋转动画 那我们这里就要实现一个 到3d 这个3d来转的一个动画了 我同样的是 VR一个 我们叫to嘛 应该是一个是from外流 我们叫主要to外流 那因为我们直接实现一个ca-chain-4 3d 但是这里我们要记得它是一个以这一轴为 堆堆转的 以这一轴 make 这个值 make 3d make rotation这样子 以这一轴为中心旋转的这个值 这个值第一个值呢我们设置为 0 0 01 我们先这样设 这一轴方向不变为1 但是 第一个值啊肯定是我们获取的当前的那个 如果我们这样设的话它是不会变的 就一直以这一轴不动 但是我们这里在水平方向 一时针方方向得到了这样一个值 double类型的一个值 那我们直接把这个heady拿进来 拿进来之后它这个会有个错误同样的 我们把它转换成cg lot 这个进行强转 这左边两个也要突破了它其实也是计算字 cg transfer的是不是这里忘记写了把它写上吧 它是其实也是计算的cg transfer的一个一个属性对不对 我们要变量定义既然是变量 我们一定要习惯把它后面是什么类型的值 一定要跟上 这这个习惯虽然可以不写会系统会判断到 是我们这些就一不了了 对不对 要养着这个习惯 而这里加一个 著名就是lot 这一轴 轴成 这一轴旋转 heading 他一定幅度是吧 弧度 弧度的变化 值 好 设置好 那个tools和values的时候我们from是已经给了 已经设置好了 然后我们直接把这个tools也设置给它对不对 toolvalue等于toolvalue 同样这里还是用svalue转一下 所以一样的和上面是一样的session和3点 把这个toolvalue在里面 好设置 最终 变化值 好 这初始值和最终变化值都设置好了 我们还要设置一个变化过程的一个时间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里 这下 我们这里一般设置0.5秒 设置动画时间 设置完动画时间之后呢我们还要设置一个属性就是这个动画结束之后一定要把这动画给移除掉 当前动画结束 自动移除 然后我们还要 只能针 这个动画题要加到只能针图成上去对不对 所以我们最终要只能针的 transform 要等于这个toolvalue 动画过程 变化过程中最终把这个加加到只能针的transform上去 把最终 动画 加转给指南针图成 最终指南针图成之后 加上动画 addianimation 直接把animate加进去 falsegene我能直接穿个逆啊 加载动画 加在整个共和加载整个共和效果 这样的话 我们 整个动画下我基本上就是 可以实现了 但是我们这个我们现在忙去跑再看有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模拟器它是不支持这个方向感情检测的 所以这个我们看不出任何效果来 然后我们这个还是一样的需要增进调试 好 我们把整个配置配一下同样这里选择7.0 然后选择 我的手机跑起来 我先跑一下看有没有效果 同样的我们打开这个同步出所 可能要稍等一下 我们就要重新跑一下 因为我们手机刚刚被重新读取了一次 重新跑一下 好 你们可以看到我的手机屏幕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角度发生变化 我慢慢旋转 旋转我的手机 我慢慢旋转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位置有偏有改动的哦 仔细看我旋转的比较慢 那我旋转大一点快点快点 幅度大一点 哎 是不是只能能效果达到了 那我再慢慢旋转慢慢旋转 哎 是不是角度在发生变化 我再往回转 我回转 我回转 我回转我回转我回转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够灵敏哈 我们可以把那个动画时间再缩小一点 我们甚至可以设为零点零一 这样子 那就比较相当的灵敏啊 因为动画时间短的时候 他就变化了相当快啊 好 这样一个方向浅色这也 以及只能真正一个案例 基本上就讲到这里 基本的大家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下一堂课可能就会讲 真正的地图开发机应用了 好 那这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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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